哈囉 大家好 我是張老師 來 上課來 今天我們就跟各位聊一聊 聊一聊第七世跟第八世 一般而言 你看我們人 有言而鼻舌身意 對不對 有舌身香味觸法 它是六世 那為什麼佛教很想講第七世 莫那世跟第八世阿賴夜世 這是翻譯的啦 當然很難清楚 但是如果你硬要去跟它解釋的話 你可以這樣看 第七世莫那世 你可以翻譯作淺意識 這樣會比較好理解 那第八世阿賴 阿賴夜世 你可以翻譯作種子世 那淺意識來講的話 各位可能不太清楚 淺意識就是你累世 累世 包括你要去投胎轉世有沒有 地水火空 地水火風空見世 那一個世 就是佛法為世中講的那一個世 那這個莫那世一般來講我們不好翻 那我們換個角度來輕鬆一點 來換個角度 我們現在就回到西方的心理學系統 那西方阿的心理學阿 第一個佛洛伊德 第二個龍格 第三個阿德勒 第一個佛洛伊德佛洛伊德講的是什麼 當然是講那個性心理學性壓抑啦 佛洛伊德就講很多這種東西不談 那佛洛伊德有兩個很好的學生跟同學 包括龍格跟阿德勒 這一個龍格他在講淺意識就講得相當好 龍格啊 龍格在分析上來講 講那個淺意識 講得就相當好 為什麼他講到相當好 他說男生身上有一個東西叫Anima 女性的成分 女性的生理當中 有一個叫做Animus 男性的一個圖騰一個部分 也就是說啊 一個男生一個女生 他喜歡他將來的tanner 他將來的soulmate 已經內建完成了 聽好這個要注意這個概念 也就是說 你今天你這輩子投胎轉世以後 你想要吃什麼樣的食物 讀什麼樣的書 對什麼特別有感覺 對什麼特別厭惡 你的DNA注定好 那決定你DNA注定好這些事情 來自什麼 來自一種淺意識 來自Anima Animus 這個就相當好 解釋到這裡 順便介紹一下阿德勒 阿德勒講什麼 阿德勒沒有幾句名言 阿德勒的最好的名言就是 人要被討厭的勇氣 也就是說 Be yourself 你要當你自己 現在人很痛苦啊 都是為了迎合別人 然後裝萌裝可愛 你根本不問你自己喜不喜歡裝萌 你自己喜不喜歡裝可愛 所以阿德勒 阿德勒一直跟你講 人要被討厭的勇氣 再過來 人生而自卑 因為超越而偉大 阿德勒講這句話 跟我們八字講的就很像啊 有沒有 富顏浅薄 生孩六夜 持物見備 行年四歲 舊奪母智 為什麼叫富顏浅薄 從小的時候 父子不和 父嬰不養 父瘦不長 壓一眼大 後來他在世界上 油猛精進 人 生而自卑 因為超越而偉大 那我們今天講的是 莫娜是阿賴意思 所以只能夠 focus on的 這個龍格 那龍格講這種潛意識當中 有分集體潛意識 還有集體的 還有個人的潛意識 那這個莫娜是比較屬於 個人的潛意識這個區塊 也就是說你這一輩子當中 你對音樂 對藝術 對美術 對算命 對文學 對科學 對哪一種還可以特別有興趣 不是你後天人家教你的 是你的潜在的莫娜是 在引導你 你注意看有的人 有的人 有的人 我們說他有慧根 他到一個宗教團體去 他不回家了 他說 這才是我的家 我碰到一個師父叫慧里師父 修行很好 據他說 他大概七歲還是六歲 他跟他媽媽到一個佛寺去 他跟他媽媽講 還是跟他爸爸講說 他不要回家 他要出家 七歲 有夠厲害 因為他的莫娜是在那裡 共鳴 共鳴 vibration 他不是echo echo沒有感覺 他是vibration 你看 就出家了 所以這種莫娜是相當相當厲害 你看那個龍格也在講 男生的身體 他只要看到某一種型的女生 他非要不可 他不會care這個女生是什麼工作 一個女生一樣 他愛上一個男生 那種feel 那種moment 那種moment 也就是那種味道 他欲罷不能 愛不釋手 念念不忘 我講的就是這一種理論 不是他經過什麼 你要高富帥 要有錢 有車 有房 然後父母雙亡 他沒有這種條件 所以從龍格這個觀點 跟我們佛教講的這一種 莫娜是 他摩娜是相當的契合 那現在各位要注意 所以你們在學習 在人生這個學習的旅程當中 不要太掛愛 為什麼有的人 有的外國人 來到我們中國 他看到這種東西 看到中華文化 看到長城 看到故宮 他會感動 立志要學中文 那你看很多人 他到日本到埃及 看到他們的文化 會掉眼淚 那為什麼很多日本人到台灣 會跟台灣人接 到中國會跟中國人接 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因為這個叫莫娜是 他會引導你 現在有個問題 今生讀書已太遲 你這輩子讀書太慢 但是你這輩子要把書讀好怎麼辦 有 你有沒有能力 喚起 Wake up 你累世的 莫娜是嗎 你看那個六祖會能 每次都要講一次 六祖會能先生 六祖會能在六祖談經講得很清楚 講什麼 信念不起 自信不動 你看喔 聽好再講一遍 信念不起叫做 自信不動叫做 做慘 那人家說 慧能啊 慧能大師 你又不認識字 為什麼你佛法 懂得這麼的精湛 在嘗試佛法 為什麼這麼精湛跟精準 那時候慧能大師講一句話 何其自信 本自具足 何其自信 本自清靜 何其自靜 本不生滅 何其自信 本無動搖 最後一句啊 注意聽啊 何其自信 能生萬法 也就是跟你講 你一通 萬物皆通 現在人都不通 因為慧能已經把他累世的 莫娜世為靠 你這輩子不讀書沒關係啊 一世三十年 你只要有辦法叫醒十世的莫娜世 我跟你講啊 你出來之間 你出到這個社會上 你講話 那個嘴巴一張開啊 口若懸河 蛇燦蓮花 蛇燦群雄 你講話那個速度 就好像水龍頭 打開啪啪啪啪啪 不會停 為什麼 你三百年的功力啊 現在人讀書十年功力 因為你把累世 莫娜世那種功力 把他敲醒啦 所以現在修行的最大功能 不再明星見性 too late 太慢了 你要把你累世修行的善音 這一種莫娜世 把他叫醒 叫不醒怎麼辦 就跟他撒嬌 就跟他跪求 拜託啦 讀書已經很累 你是以前的我嘛 比如說這是張老師 以前有一個人也是我啊 只是我現在忘了 我們去找他 拜託嘛 拜託 給他軟磨硬泡 等到他那個莫娜世 給你敲醒了 ㄎㄧㄤ 三十年 再ㄎㄧㄤ 再三十年 你想想看 你三百年的讀書經驗 跟智慧 你還怕什麼 還有什麼好怕 為什麼有的人都在求 不是他們在修 修這個什麼心 初心 原來那一顆心 所以各位如果對修行有興趣 強調 然後張老師的修行 不是叫你吃素 也不是叫你理光頭 叫你念經 那個都是小東西 真正的修行是修正行為 你有空就自己想想看 為什麼那個人那麼聰明 那麼機靈 那麼有福報 你看他爸爸媽媽也不會讀書 他阿公阿嬤也不會讀書 好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台大醫科的學生 他爸爸媽媽不一定醫生啊 如果他爸爸媽媽是醫生 他阿公阿嬤不一定是醫生啊 那他阿公阿嬤是醫生 他的祖母也不一定是醫生 為什麼 因為他累世的莫娜是給他wake up 這個很重要啊 這個如果從三昧水燦啊 這個三四這個獻報 申報報解釋也解釋通 不過三十一 英國是這樣子啦 三昧水戰講的 那一種申報 跟後報 不如我們講莫娜事啊 所以各位有空 一定要想辦法讓自己寧靜 非淡薄無以明治 非寧靜無以致遠 要讓自己心靜沉靜一點 你哪天因緣機會 搞不好一個東西 你的莫娜事就打開 這個時候 你就會怎麼樣 你就會春風得意馬蹄急 一日看盡長安花 你就會覺得 唉 張老師講的是對的啊 這個莫娜事那麼好用 現在問題在這裡 如何 如何 敲醒那沉睡的莫娜事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東西 很難 說難嘛很難 對不對 說不難嘛也不難 為什麼禪宗 一直在講這種理論 有沒有 心 性 心 性 一直在講這兩個東西 其實你了解它 它就是要喚醒 在你心目中 那個沉睡的莫娜事 很重要喔 很重要齁 那因為我們要講講阿賴耶事 阿賴耶事就像圖書館 就是說你這輩子看過的東西 眼耳鼻舌生意 舌生香味觸法 所舌售的東西 它會放在一個東西 一個倉庫裡面 比如說你看到花 像張老師喜歡 白盒 那白還有分 紅色的跟黃色 白色我就不太喜歡 其實我就對白的不太喜歡 為什麼 不知道 分析結果沒有結果 那我遠在跟你講你的潛意識嘛 但是花 它是一個阿賴耶事 那花裡面的莫娜事 就是紅的 跟黃的 就這樣子 那花很多玫瑰花 我也喜歡 但是我不會特別去買 很奇怪齁 所以阿賴耶事 它是一個種子式 搞不好你哪天 碰不到 碰不到這種白河 這種Lily Water Lily 水仙白蛾花 你可能會找 玫瑰花不一定齁 還有很多什麼花很多 我就不太清楚 所以張老師在這裡跟各位提醒 很多東西 盡信書不如無書 盡信命不如無命 不要乖利亂神 不要太迷信 但是在 在古代的大德當中 真的是有人 他不是透過教育系統嗎 非正規的教育系統 非正規的我們建構的這個制度 他一樣可以發光發亮 發福發貴 當然出家人不能講發財 那如果我們都不發 起碼發福跟發財有什麼關係 胖一點賺多一點 賺多一點 胖一點 那我一樣再跟各位講 各位皆有很好的莫那事 這輩子你們不要放棄 人生難得 佛法難聞 你要當人不容易啊 雖然有時候我們 我們真的千錘百戀 但是你看看那個儀千講的 千錘百戀千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間嘛 那你改兩個字嘛 要留發達在人間 那現在如何發達 趕快 雷四的莫那事 雷四的阿賴夜市 可以敲 當然重點在莫那事 那我剛剛已經跟各位聊聊這裡了 如果對你們對張老師 這個視頻 這個錄音檔有興趣 歡迎你們 加入訂閱開啟小叮噹 按讚或分享 那我們今天 莫那事跟阿賴夜市 尤其莫那事就講到這裡 因為這個莫那事 對你有關鍵的影響力 好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祝各位平安喜樂來敲三聲 好 拜拜